晚間六點多,專車一到威爾森現身桃園機場內 在好幾名移民署人員借戶下被送了進來 看看他全身包緊緊,不僅連帽外套、帽子、連墨鏡、口罩都出動 就是希望別被拍攝到 威爾森潛逃來台16天 22號晚間10點將被專機前送回美國 這次能夠順利逮捕美國消息已經注銷護照 並在48小時內限令威爾森出境離台 威爾森是首位3D列印槍支的設計師 2013年發佈首支列印手槍 電如今落網未來遷返美國後將要面對司法制裁 東訊宣傳蕭化民,桃園台北採訪報導